大家好,我是卡姐 這段影片是一個多月前拍下來的 我回到現在才找到 為什麼會有這段影片呢? 就是當時在溫哥華大家都記憶猶新 在一個多月前,準備進入2023年之前 我們溫哥華就下了一場很大的雪 當時我是在美國的家裡度假的 突然接到溫哥華這邊的家人 有些比較緊急的事情處理 我就必須要回來的 但是當時那些雪也下了很大 我就不打算是開車回來 那我就馬上上網訂機票 那我就飛回來溫哥華 但是我只能夠是停留24小時 因為我在美國那邊呢 也都有一些事務安排了 也都改不了那個日期的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當時就立刻上網買機票 那我在美國的西岸城市飛回來 飛的時候我們那邊就是天氣沒有那麼惡劣 只是微微雨而已 飛回來的機程也不是說飛很久 但是一落機在溫哥華 就哇 茫茫一片白雪 雖然我也見慣了這些雪 但是那些交通就基本上好像沒有什麼必要 都不見到有什麼車出來 但是機場都是有些的士在這裡的 我就很喜歡坐的士的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網約車 一些Uber 但是我個人而言 我是喜歡坐的士的 這個也是幾十年的習慣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安全係數是比較高一點點 我不可以說別人的網約車不高 只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那當然也都可以坐回 那個Canada Line 由機場回來Downtown都可以 但是我就不想那麼轉折了 那就選擇了坐的士 回來也都處理完很Urgent的事務之後 然後也都基本上是在24小時之內 也都坐回程美國的飛機 飛回美國 你說是不是很趕呢 其實如果你安排得好 那些時間處理完手頭的 要做的事情都ok的 那一天就處理完手頭的事情 那還有幾個小時就要出機場了 那我就順手就 出回Downtown的附近就拍到一些照片 聽說就當日都下了一天的雪 那都幾厚的這個積雪 但是如果你在加拿大住得久的人 那或者你也都不是說 只是在溫哥華住 或者你已經是曾經住過BC來陸省份的那些 在靠近亞省那些地方的人 那我覺得這些雪就是很小事來的 但是呢 我就想去拍一下給大家看 如果不是說你周居勞頓 這樣走來走去啊 一下雪呢 很多人都會是stay在家裡的了 當然現在的天氣預報呢 也都比較準 以前呢就不是那麼準的 他說下雨呢就不是下雨 下雪呢就可能隔兩天才下雪的 現在基本上真是很準的 現在的雪是幾鬆軟的 幾好玩的 踢一下雪啊 玩一下雪啊 都OK啊 堆一下雪人啊 那你說下雪那時候是不是很冷呢 那又不是說很冷 那可能是比平時冷一點而已 但是如果你喜歡出來走走 都無虛的 因為呢 它剛剛落完雪 這種地下呢 你是比幾天更安全 因為幾天之後 那些人把雪踩緊了 那也都那個溫度低的時候呢 它就是結了冰的 冰就麻煩了 你就算穿著雪蝦也好 分分鐘呢都會滑的 那現在呢 就要玩雪的時候呢 就最好現在下來玩雪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雪很鬆軟 它剛剛落了下來呢 它都是好像一些粉狀 那樣的 那很好玩的 哈哈 很多人呢 特別點 上了年紀的人 從一般情況下 就盡量不出來的了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上了年紀 七十幾八十歲的人 如果他真的不小心跌倒呢 跌倒是很大件事來的 很多時候在醫學上就說 跌倒是分分鐘危及生命的 因為呢 他會引發很多病發症 那所以呢 就盡量在家裡 所以現在我發覺很多老人 在家裡呢 自得其樂的 因為他平時已經是 做好一個心理準備 天氣不好啊 或者行動不方便的時候啊 在家裡有些什麼做呢 很多呢 在家裡 跌倒衣服啊 畫一下畫啊 那我都有幾個鄰居呢 很厲害的 畫畫 是畫那些水彩畫 好像人家那些 小蚊仔那些圖書那些插圖那樣 那些顏色啊 還有那個 那個 畫那些小蚊仔那種表情啊 很許許如生的 那所以你說 老人老了 沒有什麼作為呢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年齡只是一組數字來的 是吧 很多時候呢 又看看你怎樣去 過你自己的日子 怎樣去充實 怎樣在歲月裡面 得到你自己的 平安喜樂 你的興趣 我覺得 真的跟年輕人是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他就是 不需要再朝九晚五去上班的 就算我們這些 上了年紀的人 俗稱的老人家 奇嬰 其實呢 如果你是身體力行 都可以出來去逛逛 玩一下 那你就要選擇了 剛剛下雪的時候呢 那我就可以去玩一下 那我又趁要出機場的 那些小小時間呢 又拍給大家看 那些雪堆得很厲害 是吧 溫哥華呢 就不是那麼多時候下很大雪的 但是現在就很難說了 因為那些天氣呢 很反常 你都不可以說 以往沒有這些記錄啊 那為什麼現在這樣呢 那這些沒什麼 得問為什麼的了 那就因而接受吧 那其實在家裡呢 也可以很溫暖 你開著暖爐啊 就是那些暖爐啊 或者壁爐啊 那你看著室外那些 那些白雪呢 你會覺得是一種很romantic的感覺 那你在家裡也都可以 煮一下 野食啊 看一下書啊 聽一下音樂啊 其實很多事情做的 不是說下大雪就好像 哇 很慘啊 不是的 很多可能亞洲的朋友 他就覺得 哇 在外國很冷啊 真是冷 到那些人不知怎麼辦啊 其實在外國的冷呢 你不是說出去外外 去室外呢 那個冷極都有限的 因為你室內 你自己可以調你那個溫度 去到20度 25度 所以很多時候下雪呢 你在你的室內呢 你可以穿T-shirt的 你說 是否很貴呢 那些電費 那其實 我覺得 電費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上落 現在 其實我們 在溫哥華 只不過 汽油是真的 是貴一些 其他的 天然氣啊 還有那個電費 我覺得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上落 那 聽見有幾個相熟的朋友 去了英國呢 他們說 那邊 今年的電費 就比較貴一些 現在要在家裡呢 都要穿很厚的衣服 因為電費很貴 但是我們這邊呢 現在呢 電費呢 都是 跟以往一樣啦 沒有什麼 加價大的喜樂 那你到冬天 你都是要開暖氣的啦 是吧 那車裡面有暖氣啦 那如果你是居住居住的呢 那你的車庫那裡 你的車庫那裡 你部車停在那裡 也都不需要說 要打著一部車很久啊 那這樣才能出街 也都不需要的了 現在 特別有些人用電動車 是吧 那所以呢 是冬天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冬天真的很好玩 很多事情做的 難得 一年有四季的 有些國家 它簡直是只有兩季的 溫哥華呢 四季分明 很好享受 這些季節 每一個季節 都有每一個季節的 好玩啊 樂趣啊 是吧 那一天呢 就是 同心未敏 很快就約了一部的士 接我啦 就出機場啦 回回美國 在美國那個城市呢 就 很少很少有這些 這麼大的雪的 多數都是落 一會兒就融光了 這些雪 溫哥華的天氣 都是 有些少許反常 但是呢 都OK的 下雪 其實下雪的時候呢 是四周很寧靜的 那些空氣很清新的 我呢 真是同心未敏 下來玩雪啦 也都是自己自拍啦 幾張照片 真是沒有人和我拍的 我就是自己和自己拍的 那就 然後呢 後來上的士的 的士司機都說 怎樣啊 我已經是 下了一會兒的雪的啦 這樣 相信呢 住在亞洲的朋友呢 看到 如果過來旅行呢 看到雪呢 就會很興奮 這裏呢 我們住在北方的城市 也是習慣了 地口是冷的 看看那些樹 很漂亮的 到晚一點 如果再落多一點 樹上面 就掛著很多雪 或者是冰 非常漂亮的 這個環境 其實琪姐都很少公開我的照片 因為琪姐始終是一個老人家 那要給一些年輕女 美女 她們多些去出鏡子 那老人家就無謂了 是不是啊 我怕會滑到一部手機下來的 是的 好了 回家啦 如果大家找個朋友 或者是亞洲的朋友 去到一些北方的國家 那就盡情玩啦 這個冬天都很開心的 那就 發掘了這條片之後呢 其實是一個多月前的 那現在呢 就要剪好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啦